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张广泉 今天邀请到我们现场的这位嘉宾是 广西五名华侨龙场越南龟桥桥卷莫玉华 今天莫玉华将与远在加拿大的姑姐黄秋香进行视频连线 一同续香情 感受故土 十年变化魅力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人就是莫玉华 莫老师首先跟我们的网友打一个招呼 各位网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莫玉华连线的嘉宾是她的姑姐黄秋香 二十余年前黄秋香之声艺人前往加拿大打拼 如今事业小有成就的黄秋香已在加拿大定居 受疫情影响 自2017年后黄秋香已五年未曾回国 二姐你好 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首先跟我们的网友打一个招呼好吗 好的好的 好高兴好激动 我首先就问真好五县的父老乡亲们 我的所有的亲朋好友 然后非常高兴能够在空中和大家有这么一个约会 真的非常的说不出我心里的激动 广西是中国华侨农林场面积最大的省区 曾先后设置22个华侨农场 共安置来自印尼 越南 泰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归桥 二十多万人 其中五名华侨农场安置归桥约1.2万人 是广西最大龟桥聚居地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小茂山 二姐 二姐您从小在这里讲大 您对这一片区域的一个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呢 你们小时候的印象 大茂山就是一座山而已 然后四周围就是稀稀拉拉的几间 不过烂烂的农户 还有一大片的甘蔗剂 小茂山我们也都爬过到山顶 就是完完全前已经打不到了以前的这个 就是以前记忆中的这个大茂山已经没有了 小茂山也没有了 所以呢 我就是五年前回去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我应该是迷路了 都真的是迷路了 那现在可能是一年 一年之间都会有不同是不是 那我说五年之后我回去的话 那就更加认不得了 完全完全认不得了 那么小茂山这一片区域十年间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孟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里的话我就是一片荒荒荒地 这里呢有很多的那种棚户区 就是挨家挨户的那种小民房 嗯嗯 对 然后的话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已经我们的政府已经建设得非常漂亮 就是这里呢就打造了一座公园 然后呢 我们的这里 小茂山这边就是一个美食广场 就是到傍晚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夜上亲朋好友啊 到这里来相聚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店 有电影宴啊 有一些有酒店啊 有一些烧烤店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还有一些休闲餐厅啊 二姐17年回来的时候 你看我还带你去那个 那个乐野那里 那个乐野休闲休闲屋那里 我们还在那里喝过咖啡 你还记得吗 就在那边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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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啊 啊对对就是乐野 现在我们在这边变化的非常大 真的是很漂亮 现在这里小茂山 我们每天傍晚的时候就散步到这里来 爬到了山顶就欣赏我们礼建的一些夜景 很美的 像您平常我看这里还有那个茶馆 有酒吧然后有烧烤 然后对面是广场 对对对对 像你们晚上的话就是跳舞是在那边广场对吗 对的对面隔一条马路就是我们那个大茂山 大茂山现在呢已经开发了那个游乐游乐场所 啊那边游览车啊大茂山对面那里还有一些就是那些居民啊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呃就是我们农场的一些分队都聚居在这个华侨城那里居住啊你看一下你看那边的房子都是华侨城啊 已经有很多的居民都搬迁到这里来呃都是一些华侨在这里那边大茂山那边就是一个大广场 然后傍晚呢就在那里跳广场舞啊印尼舞啊那些啊都是休闲的 而且就是我们刚刚通过视频然后带您看了一下啊现在的小茂山这一片的区域 您看完以后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跟我们的网友分享一下好吗 就是就是说我们以前就是农场嘛就那个印象已经完全没有了 然后就是就是看到这个我们的华侨城呢真正的成为了一座繁荣的城市了 所以呢就是看到家乡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啊 然后呢我也希望家乡便利地来燕美 希望能够啊我们进修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去的那个养了是不是 那你回头有空再跟傅老师一起去查一下我们这边的大茂山和小茂山 是到时候我们要爬到那个大茂山山顶就可以 把那个李建的那个所有的前景都看在眼里啊 真的也是 就现在的家乡的那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然后呢大家的生活越好越好了对吧 嗯 真的很方便现在感觉我们李建就是一座小香港的感觉 我感觉真的很方便呃就是空气又好 然后呢那个开发的那个路四通八达 啊各方面的环境都打造的真的是很美的 感觉很舒适在这里记住啊 对就是那个立化做得非常好 我就是感触挺深的就立化做得挺好的 就既有那个城市的那个繁荣又有乡村的那种明镜非常好 阳光之下俯瞰大地 现在工业厂房错落有致 园区道路往线纵横交错 科研教学大楼威然屹立 从小茂山俯瞰如今的广西五名华侨农场 一个产业极具的活力开发区 一个产城融合的宜居新园区正在眼前铺展开来 据了解目前开发区已落户工业企业529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7家 食品加工产业出具规模 正着力打造特色食品产业园 2011年以来五名华侨农场进入产城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并于13年升级为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并名为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城市的理念和标准规划建设管理经营开发区 广西东盟经开区自2011年开展农场综合改革工作至今 共搬迁农场职工2381户 汇集归桥桥卷700云获近3000人 现在我们来到了华侨城 爱景您对这个地方还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 印象吗 以前的印象就肯定都是一片农地 然后呢就是有几间几户那个农房吧 或烂烂的农房 都就没有这些东西啊 没有什么浓草没有房子 没有那个整齐的房子 完全没有 没有那个路也是烂烂的一些 一个想想整齐路就没有怎么样了 像孟老师您在这边生活的话 您对这一片区域的一个整体的印象是什么 就十年前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十年前的话我们这边是一个大茂村 那这一边附近的话就是有一些棚户区 就是很多的民房 还有一些居民种的那些甘蔗地啊 还有一些牧鼠地啊 就是很多那些小巷子 比较比较旧 比较旧 对 那么现在 现在整个华侨城这边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您给爱景介绍一下好吗 透过我们的记号 看一下我们现在这里的华侨城 你看很多居民都搬迁过这里来住 你看一下是不是整体感觉是像城里一样 你看一下 你看很多的那个高楼 就是我们的一些分厂部的一些居民都都搬来这边华侨城这里 这里的话设有医院啊 还有书店啊 还有幼儿园啊 还有一些就是很多人在这里创业的一些店面啊 就是居民住在这里的话呢是非常的方便啊 像据我了解的话这里面其实是像这个小区里面它是有一个菜市场 有幼儿园对然后也有配套的医院啊 对对对对 所以啊 生活在这里的人应该是非常方便的 是的是的 啊楼下下个楼就可以买到菜因为这里有有那个菜市啊啊 然后呢 这边呢 这些店面有很多人在这里开一些美食店 那亲朋好友来的话 我们很方便下个楼就可以在这些餐馆啊点一些美食吃啊 这里真的真的非常方便的 嗯 因为实际上您住的地方和华侨城实际上是有一段距离的啊 大概五分钟就到了 大概五分钟就到了 对平时吃完饭我们都喜欢散步到这边来走到这一边来啊 很不错真的是我们这边现在的环境你看一下超超方便超美 现在五名华侨农场已经成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园区 全国华侨农场转型改制的示范性区域 教育医疗住房环保等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 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 如今的侨厂经济实力得到明显的增强 特别是十三五期间经济总量得到稳步提升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 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目前五名华侨农场正着力打造综合产业区 教育园区旅游健康区 现代农业示范区农场环境换人一新 城市配套进一步升级 交通网络日益完善 城市的颜值与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职责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担当 未来广西东门经开区将稳步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步伐 推进工业发展与山泰园区打造 依托秀美的山水自然生态资源 将发展以休闲旅游与养老健康产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二姐您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带您看的五名华侨农场 那么今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我们俯瞰了华侨农场 并通过实地走访的方式 走访了华侨城这些具体的地方 让您见证了家乡的十年的巨变 那么看完以后 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我的感受啊 真的是很激动啊 看到家乡这种变化 然后我们就是身为在海外的这些华侨来说 当年就是因为想找我们的前提 因为当年就是农场比较落后 所以我们自己想就是年轻出去打拼 那现在回来回想起来的话 如果今天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 我们的家乡能够有这样子的变化 可能我们就真的也不愿意出国了是不是 那现在呢 我的感受就是说 如果是说将来我有条件的话 我是会回国去退休养了 真的 我们的家乡呢 就是跟城市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然后又有很安静的这种民 也乡村的这种宁静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养老的一个好地方 所以我现在的就是梦想呢 也是回归祖国 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们也就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我一直想回家 但是没有办法回家里 还有妈妈对家 还有弟弟在家 就非常想念他们 也很想念我们家乡的这些美食 你看就是你的朋友 都很想回家去的 但是都一直没有办法 那也很感谢你们 又这样子的情侍带我回去 身临其境的走了一回 所以给了一下我的相思居住 也非常非常的就是开心 各位网友 今天吴湘十年特别报道 带您了解了广西五名华侨农场 从曾经的荒原辟为沃野 孙洛变为新城的历程 见证了五名华侨农场十年巨变 今天的特别报道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感谢大家